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猛鬼入侵黑社会》 男主大宝是一个帮派的老大,这天他和其他帮派起了争执 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弟,阿宝被其他帮派杀害,随后地狱小鬼带走了大宝 不过很快,大宝又和兄弟们在地狱重新团聚了 原来大家伙都没有逃过其他帮派的杀害,颓然大宝梦中轻挫起 还好刚刚只是个梦,另一边地府里有一个小孩名叫小白 小白投胎多次未果,地狱鬼拆都有点不耐烦了 偏偏小白的妈妈翠花还不放弃 地狱里的小鬼头头暗恋翠花很久了,凭着和鬼拆的交情 鬼拆再一次给了小白投胎的机会 这里科普一下,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颗轮回珠 而轮回珠是鬼魂投胎必不可少的工具 所以鬼魂们在投胎前都会到处寻找将死之人 并在他们死后抽出他们身上的轮回珠 这样自己就能投胎转世了 很快小红就把主意打到了正准备跳楼的女人影音身上 影音欠了大宝的债务力偿还 就在她纵身一跃的时候 大宝的手下小明几时出现并救下了她 翠花见状气坏了 将小白不能转世投胎都怪罪在了小明身上 第二天翠花趁小明不备在洗浴中心上了小明的身 大宝很快发现了小明不对劲 就联想到了自己之前做的梦 就想着要请神为自己斩腰出魔 大宝曾学过请神的一些皮毛 本想请关公上身去怎么也不成功 无奈之下她只好装作关公的样子和翠花斗法 此时翠花通过大宝身上的胎记认出了她的身份 啪啪啪就给了大宝好几个巴掌 大宝也因此不小心摔碎了关公像 这下关公本存可生气了 直接上身大宝赶走了翠花 之后关公要求大宝给自己点酒喝 结果大宝的朋友为了让关公赶紧离开 直接给大宝喝下了尿 之后恢复正常的大宝请自己的朋友帮忙 这个朋友是一个懂得阴阳鬼学的人 朋友想用和平方式和翠花和解 还上了很多纸钱给母子两鬼 然而翠花并不接受 因为她的目标只有转魂珠 为了让侄子顺利投胎 小鬼偷偷又一次贿赂鬼差 花几千亿名币买了一辆豪华超跑送给了鬼差 鬼差告诉他们接下来小明会死 不过按照规定 轮回珠应该会给到小鬼头头 小鬼头头听后 当即表示她愿意把轮回珠让给小白 因为自己只想跟翠花在一起 另一边小白迫不及待的上了小明的身 决定控制小明去跳海自杀 不过之前小明曾为了隐蔭 隐蔭的前男友大打出手 所以在跳海的路上 她正好遇到了隐蔭的前男友带着人来报仇 最终坚持到了大宝带着人来救自己 大宝很快认出小明被小白上身了 随后通过朋友做法 大宝开启了违信三天的阴阳眼 翠花得知小白被大宝制服 却带着小鬼头头以及一众小鬼 前来营救小白 虽然大宝他们打不过一群鬼 不过早已经做好了对应的符咒 双方使均力敌 不得已之下 双方只好坐下来谈判 过程中 翠花告诉了大宝所有的真相 原来翠花和大宝的前世是一堆情侣 小白则是大宝前世的儿子 两人前世未婚先孕 翠花被进猪笼 直到最后大宝也没有出现 翠花理所当然把大宝认成了渣男 然而接下来翠花也知道了真相 当年大宝是为了帮翠花赎生 所以才来晚了 最后的她选择了和翠花一起殉情 因为误会解除 所以两人开始手拉着手 你浓我浓 小鬼头头没想到自己这么痴情 最后反而帮他人做了嫁衣 一气之下 她决定不把轮回猪让给小白 第二天 小明遭到了影音男朋友的算计 中枪中院 而小鬼头头则决定 会在今晚带着人来取走小明的轮回猪 朋友见状 并把大宝带到了一个地方 为大宝加持法术 准备今晚和小鬼头头来一场大战 就在大宝和小鬼头头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翠花突然出现阻止了两人 她知道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小明的轮回猪本身也应该给小鬼头头 故事的最后 小明安然无恙的醒了过来 因为大宝把自己的轮回猪让给了小鬼头头 最后的最后 大宝和翠花一家在地狱团聚了 一年后 小明和影音的儿子要出生了 小明却发现小鬼头头竟然出现在影音的旁边 原来小鬼头头的投胎目标正是小明的儿子 这么丑的鬼竟然要当自己的儿子 小明当然不同意 当即就要带着老婆去打胎